他自己一生都是奉公守法 他不懂为什么会收到 也质疑说特征组查案的目的 那么其实呢 收到传票的不只是他 还有包括谁 蔡英文的文胆黄虫燕 以及呢 国际事务部的副主任谢怀慧 大家都有 民进党就质疑说 这根本就是一个灭菜计划 也质疑特征组 是应该只能够针对重大贪毒 来办案才叫特征组嘛 结果他们现在在查什么呢 就是查阿扁时期 最后不是有一个小案子 就是说他把自己的公文 因为要卸任了嘛 都销毁掉 这个案子现在要扩大来查 这怎么回事啊 特征组查这个嘛 还查到他们身上 这根本是违法的 不过呢 国民党这时候讲得轻松了 他说反正法院 不是国民党开的 他就用这句话来回应 还要民进党尊重自网 尼玛总统又说你违宪 蔡英文低调不谈国民党攻击 因为不止宇昌案被抓得打 才接民进党秘书长一个多月的吴钊谢 马上收到特征组传票 灭菜传闻 盛销成上 寄给我的传票上面连暗游都没有 所以这个我没有办法去猜测 我一辈子都是奉公说法 是一个相当不可思议的 竟然特征组会去追查的这个案子 吴钊谢痛批特征组违法 因为收到的传票上 只要求说明 却没著名暗游 而且民进党内 除了吴钊谢外 还有两名小英已重的幕僚都有收到 不免让人怀疑 这背后到底是要查案 还是要灭菜 民进党质疑特征组违法查案 根据了解特征组可能是 针对陈谦总统任内 总统府销毁公文事件 再起调查 像是曾任总统府复密的陈其迈 刘世芳大约十多人 都有收到传票 只是特征组只能针对重大贪毒案办 销毁公文算是重案吗 选前的动作不免让人有了联想 早不查晚不查 偏偏选在蔡一文当上党主席后 针对多名幕僚进行司法调查 特征组的动作 很难不让人跟政治力做联想 三选程方向好台北报道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 不只是广发传票 要用司法来针对民进党 尤其马总统 他还要追杀的是宇昌案 好宇昌案可以说是当年 2012年的时候 让马总统可以连任成功的一大关键 他可能认为这个家五号 所以现在继续的查 但问题呢 这个宇昌案当年呢 这个特征组已经说 查无不法就把他给贞结了 那你为什么要拿出来冷饭热炒呢 大家就说这是马金体制呢 惯用的一个抹黑乌贼术 反正呢一再地讲 一再地讲 透过这个总统府 透过党中央一再地讲 就是让大家觉得 可能蔡英文真的有问题吧 那么您记得 中原院认识何大已经说 马政府您当年这样做 已经是杀了自己的小孩了 现在还要继续的打吗 今天前中原院长李远哲也跳出来 痛听马政府 怎么可以为了选举把宇昌案打成弊案 他更定调宇昌案是生技产业非常成功的案例 请不要再为了自己的利益来扼杀台湾的产业 尽管离2016大选还早 不过国民党灭蔡有预谋 2012大选时的宇昌案又被救世重提 国民党追打这是蔡英文不可回避的政治道德瑕疵 前中原院院长李远哲看不下去 他根本连梦都没有梦想到有一天 他是为了做一个生技公司的老板 是为了这个选举 就把宇昌案变成是一个弊案 但是宇昌案是非常成功的生技产业的案例 2011年宇昌案被抹黑 李远哲就曾跳出来要求还蔡英文公道 还联合87位科学家登报背书 宇昌案也通过司法检验 2012年特征组追查资金 无中保私囊也没有滥用 查无不法迁捷 但2013年马王阵阵风暴下 监察院微微就照 以国发基金未通过专业核准 纠正扁朝的行政院 蓝英如何操作宇昌案 因为国安秘障案出庭的前总统李登辉 最能体会 其实国发基金投资宇昌案的法院依据 是2007年由立法院长王金平领衔提出 没想到蓝英打宇昌案 打蔡英文只为了政治目的 却扼杀了生技发展 2012大选 蓝英猛攻宇昌案 蔡英文和总统大卫实质交臂 事隔近三年选战升温 蓝英抢救低迷选情 再度顾忌重施 森林新闻朱宇红 许贵雅 台北报道